瓜地瓜喜歡回覆 讓孩子和動物做朋友 別讓他變貓多嫌 我還是知道小朋友 到了一個歲數 就是貓狗嫌 就真的 就是貓狗看牠都害怕 因為連我們家的小朋友 看到狗 牠就是喜歡牠 但是就用力抓 然後抓起來說牠是一戳毛 然後這樣 然後毛就這樣飛 然後我們家的狗就這樣 我發現小朋友牠有些可能就是 會很怕動物 有些就是會欺負動物 遇到這種狀況該怎麼辦 牠可能真的不是有心 其實我覺得 像我家的孩子也發生過 第一種狀況就是 牠欺負那一隻朋友家的 牠也沒有故意欺負 牠只不知道怎麼跟牠相處 就把那隻貓搞到躲起來 不肯出來一整天 抓貓超狠 對… 所以第一個我想最重要的是 你的孩子沒有跟這些動物相處 說你的狗狗 牠喜歡人家怎麼對牠 貓人家喜歡怎麼對牠 所以我們身為動物的主人 我們可以教牠 第二個是 譬如說害怕 最常見的害怕 牠被一隻狗凶過以後 碰到每一隻狗都尖叫 然後害怕的 每個孩子反應又不同 有些孩子都會躲得遠遠 有些孩子會反擊 因為牠怕狗 牠一看到狗就想要踢牠 所以這個時候也要叫牠 不是每一隻狗 都跟第一次凶你的那隻狗一樣 而且不同的狗 你要怎麼樣去接近牠 牠就比較不會對你忙忙叫 第三個就是說 你也已經教了 牠過往今天也解讀完了 可是小孩們你知道有時候 你說輕輕摸 對 超大力 牠的輕輕就不太一樣 對 所以你要親自示範 跟牠說輕的意思是這樣 那樣叫做太重 我想經過這三個訓練之後 然後反覆練習 我相信你的孩子 就會變成一個動物的好朋友 了解